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其实我是一个性能者爱好者 年轻的时候选择这台野马 它能给我带来更多的刺激感 狂野 而且也是我工作压力很好的学生 但是组建家庭之后 我发现这台车并不能很好地融入我们家庭 市场鼓舞腹 然后我车的噪音 就会让他经常听不到那边在说什么 我真的很尴尬 这边可能有点吵 真的是很抱歉 你能不能开小一点声 我再打电话 不是 这个车它就这样 跟我有什么关系 比如有时候周末 带老婆孩子出去玩 好了 监视一会儿 还没到了 这后排的空间 还有储物空间 太小了 让他们很无奈 其实 就连我这个爱好者 有时候 也会对这个性能车 搞得手忙脚乱 真的不知道怎么办 我们家研究了很久 最后决定 应该配一台真正的家庭用车 而我呢 就比较喜欢性能 舒适 科技感 智能 而我老婆就比较喜欢安静一些 小孩儿 当然是喜欢后排可以放更多的玩具 我觉得 七座就不错 其实 我们看了很多车 最后在偶然之间 看到了这款福特瑞杰克拉斯 为什么要选择这台车呢 我觉得 可能是我对福特的信仰 我们在4S店 也试诚试驾过 这台车的整体功能 操控等等 我觉得 还是比较适合我们家庭 首先考虑的还是动力吧 毕竟我是性能车爱好者 你看 2.0T 8AT的动力 它可以实现百公里加速八辆机命 这是我完全没有想到 我喜欢 我觉得是它的外观 我觉得它的车身很大气 比较硬朗吧 还有就是 它们那个叫什么衫 就是前脸的那个造型 六边形的那个设计 我很喜欢 对了 还有那个LED大灯 亮起来很好看 我觉得颜值是很OK的 对 还有尺寸 毕竟换车最根本的需求 还是要空间大 周末出去转的时候 也坐着舒服 我们家之前那台野马 它声音太大了 虽然外观真的很好看 但是 我不是太喜欢 然后我们新买的这辆福特呢 它造声控制的就很不错 而且坐起来 比我们家之前那辆车舒服多了 当然 科技也是我关注的 你看 液晶仪表8英寸的 中控13.2英寸 这些对于我来说都已经足够了 哎对了 这车啊 还可以语音 你可以通过它查天气 听歌 查路况等等 特别的方便 而且精准度也不错 对对对 就是那个车机还挺好玩的 有一次我在车上等我老公 然后比较无聊 我就跟车机说 你爱我吗 然后他就回答我 当然爱你 那个不算什么 有一次啊 我说 我想去吃火锅 后来呢 我又不想吃了 他就跟我说 我现在通知螺蛇粉 让他先回家休息 哈哈 有点意思 还有就是车内的那个氛围感吧 就是车里的光一亮 然后就比较豪华的感觉 嗯 怎么形容这种氛围感 就是 对高级感 对 就是高级感 出去了 我们提车的第一周 就去了秦皇岛 高速的感觉 没太注意 不过挺省心的 哎 那个叫二阶段还是二级驾驶 好像一路上也没怎么踩油门的刹车 嗯 一传眼就到了 一天也不 要是我们之前那个车开到秦皇岛啊 那肯定是腰酸背腾的 这个挺好 这个坐久了也很舒服 然后小朋友也可以坐在后排 安安静静的睡觉了 市区 惊喜啊 那得说转弯慢镜了 当时销售跟我说这个车转弯半镜有六米 我也没什么概念 不过我每次掉头的时候 一把就掉过来了 还是很方便的 整体 嗯 很满意 你看 上下班 周末出行 接送孩子 父母 都没有什么问题 购车时的这些需求 就都已经满足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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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